Hello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 瀏覽案件由Peggy 景佩老師 一連串的影片都講了很多 中年好聲音的當晚比賽的評論 有入三格 又或者入不到 又或者屈居押軍的頭髮子等等不同的影片都出了 今次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整件事都是源自中年人去追夢 之前就是聲夢年青人去追夢 其實古卓文也是很堅毅不屈地去追夢 結果成功了獲得了冠軍 很多人都認識他 繼續可以走他的演藝路 和大家一起看看究竟他這麼多年 整個成功獲得冠軍的整條路過程 好嗎? 好 大家記得喜歡這條影片 還有訂閱 還有留言 多謝你們 記得加油加油波 其實我相信大家 不少朋友仔都知道 其實他首先是在哪裡出現 在整個歌唱界 又或者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是一個素人 原來他當時2010年 是參加了亞洲星光大道的比賽 其實應該有幾年 應該是十四年前 當時不只是他的 我們說星光家族 有什麼歌手現在都還在呢 包括其中一個參賽者 陳彥娜 另外也有陳蕾 陳蕾 剛剛獲得了叱咤樂壇的女歌手金獎 和最喜歡的女歌手金獎 其實在星光家族裡面 現在很開心的 就是古卓文也獲得比賽的冠軍 而且這個收視很厲害 是26.6的收視 終於可以再吐氣揚眉 可以再重啟他的演藝路 其實當時他的表演是怎樣 又或者成績是怎樣 不如跟大家重溫一下好嗎 你所知的我其實是哪面 你清楚我嗎 你懂得我嗎 你有否虧漢思想的背面 其實就這樣看小小片段 都看得回 其實他本身十幾年前 我相信他跟他說的一樣 以前都會可能 媽媽還是婆婆 在廚房煮東西吃 他就在外面自己唱 在一起跳 其實天生都很喜歡 唱歌啊 舞蹈啊 跳舞表演 也都看得很多可能是張榮哥哥 或者是梅韻芳姐姐 所有的表演都潛移密化 都是很喜歡去perform 或者是去表現自己的 當時他的成績是第五名 以及是獲得最具台風的獎 為老是天之覺醒 搬我一世 天生我高貴也不來都得 天到眾生 取悔不費收 你做我的財 大家看回他的形象 或者唱刊 我覺得當時是有些妖戲 行一個妖艷的形象 你可以說 在當時十幾年前 歌藝是比較粗糙一點 又或者是不太細緻 另外 跟大家的連接都不是很強 不是很有connection 是覺得他可以表現自己 或者他天生的talent 和他的一腳一動 是很喜歡在舞台上 去做到自己厲害的地方 唱到音準樣樣樣 都可以是幾好 都是幾好的 但是 是不是可以馬上紅 又不是 當時有幾個都做得很好 譬如 羅力威 有 鄺瑞克 也有 李浩家 陳女 那一屆都幾多人才 是潛力 幾好的歌手 他未至於是當時最出眾 但是 看到他的潛力是在 所以 結束了比賽之後 肥瑞克 也帶他一起做很多商演 但是 你說是否很紅 又不是 是否很食證到 當時潮流 也不是 但是有個potential 當然 其實也是很需要磨練 後來 現在看到他 就是這樣 但是 還未能做到他 心目中的位置 也想趁著 現在的年紀 又有中年 比賽 所以 再去繼續追夢 其實期間 他有沒有出過一些歌 其實都有 再參加比賽 他的名字 多了三點水 我不知道是否 有高人指點 或者上市指點 所以 名字 跟之前有點不同 都是那個讀音的 其實他本身 也是英俊 有蒲國的血統 而且 也懂得說蒲文 英文 國語 其實都難不得他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塊肉 好像還沒丟剁 其實一直 那麼多年 都曾經為他打造過一首單曲 都是第一首 派演的歌曲 如果沒有記錯 其實 景埔老師 其實也做很多 新人的第一支派台歌 包括 包括 肖靜南 眼光獨到 范韋琪 的 照片太多 也有陳冠希 的冒險樂園 又有 江若林 的大眼睛 也有很多 新人的歌曲 當時 如果大家有看 亞洲星光大道 張嘉年評判 坐在前面 我通常抱著女 都在後面 在頭一兩行 一直看 所以其實 星光家族的成員 我都很熟悉 而看著古卓文 他的風格 他的風格 他的嬰兒 也能跳 也能唱 所以當時想到 其實想給他一個形象 當時有電影叫做Wonder Boy 男生是挺神奇的 也有非凡的毅力 希望給他一個形象 大家可以聽到這首歌 是由張天生曲 我遲和張天生監製 想不到 想不到 當時我填的詞 好像現在也挺適合的 歌詞 我為我做 有種硬度 潛藏 人身誰 人能打倒 其實這個 我也是很想把一個形象 管理下去 而且編曲也有少許拉丁的感覺 因為他本身也跳 所以當時也推出了這首歌 但並不是很流行 也沒有反悔 已經試過他的最好 想不到在這麼久之後 大概十幾年 這首歌是2012年出的 到12年之後 有一個比賽 可以讓他二次歌手 再來一次 除了他之外 也有其他的二次歌手 譬如 鄭之浩 劉威王 林若瑩 林若瑩 也有參加台灣星光大道 還有陳宜蘭 也有參加比賽 雖然沒有出道過 在這樣的云雲裡 他的舞台經驗是很充足 而且商演都做了很多 大家就說 其實唱英文高 你家兄就熟了 到處都唱慣了 這樣還這樣 但經歷過整個長途賽 他要撕掉那種味道 例如 剛才看的影片 看到他都是很熟悉舞台的 這裡的眼睛很凌俐 這裡有燈 看著這裡 真的很熟悉 所以 怎樣可以把這種味道 真是星光大道 那個古卓文 撕掉了 然後再有一個新的連結 跟觀眾 今時今日 聽歌的人的口味 又或者大家怎樣欣賞他 要令大家去欣賞他 一定要撕掉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就是他一貫以來的 表演的一些作風 一些技巧 要再去加一些新的東西 這件事是真的非常難的 一直以來 是用著那些技巧去 可能找食 去演出 怎樣去 unlearn 丟掉它 再去 learn 一些新的東西 給自己 等於你去學一個唱歌技巧 我永遠都用剋康的 但我現在不用了 我全部不用剋康 我加一些新的東西 加一些 假音 真音 轉音 說就容易 但其實是很難 因為你開聲就已經很康 開聲就很康 戒掉它 那怎樣貫穿感情出來 就是想不到 所以說 為什麼是這麼難呢 看看他開頭開選的時候 是怎樣 那傷感的記憶 其實聽到他沒有問題 但覺得他唱得不錯 但還是有牆 覺得不是很有感情 但OK 完全沒有走音 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那一刻他也是 好像一個爆發 準備爆發的一道火 但是他用了很少的力 我覺得他兩三成的力 當然 這樣的質素 一定是入到 一百強 至少 那時候還未知 這個就是當時覺得很延續去參加星光大道的時候的感覺 是不是覺得很好看呢 OK的 但他的眉梢眼角 就是完全是那種方法 嘻嘻 那些 所以不是很自然得理 又不是說 令到大家 好入到心 雖然慢慢 就是一些評判跟他說 如果正如撕掉那種 用來所謂的光門尾 又或者真的 賺食的時候 那種的模式 令到牆起哄哄的 其實習慣了 等於當時 第一屆的時候 龍亭小姐唱一些比較慘的歌 他都會笑著 為什麼 一習慣了 其實很近的觀眾 你會please他們 所以 你是不懂得他收起笑容 為什麼都會笑著 唱慘的歌 就正如好像古出民那樣 好像習慣了 要表演 那就表演 那種的感覺 慢慢去到什麼時候 真是一個很大的蛻變 其實真的要 放下很多的包袱 習慣 就是唱《怕亡的緣份》 是一個很大的轉捏點 看到他有一點震 為什麼 因為第一次 保持開了自己的心裡的感覺 去讓大家認知 讓大家知道 那應該是第一次 那個阿薇老師 跟他 去互動教他 令到他放下了包袱 其實說是容易 一些習慣了 等於你習慣了 穿了那件衣服 你不能脫 睡覺 拿了那張被子 你不會拿開那張被子 是安全感的 習慣了這樣做 而是脫開了這個很大的步驟 來的 真是跳出那個舒適 就開始慢慢慢慢 做一個新的鼓唱文出來 這個 我記得唱到最後 他是流淚 自從那次之後 看到他之後唱《暖暖風塵》 又或者唱其他一些 講感情的歌 都拿來得好很多 反而再翻兜唱快歌 令他更加要拿到中間位 怎樣可以再做得好些快歌 我今次再欣賞他的 《Feeling Good》 遲些我可以再單獨說 《Feeling Good》 為什麼會做得這麼好 哪裏欣賞的地方 其實那種自然 是比起唱《冬天裡的一把火》 我覺得是來得更加舒服 亦都沒有專門去看鏡頭 以這種的很自然地流露 讓大家更加覺得無懈可擊 其實他真的有原因 為什麼每個評判都會起床 20分 真是聲色毅都齊了 可以見到 和剛才之前的影片 例如《星光大道唱》 又或者《唱激光》 都有很大的蛻變 你覺得他很把自己最真實的 不用扮演一個模式 可能要妖艷 他不是 他是自己很跳脾的那一種 真的有點像我 當時想的《古卓文》 很有自信 但是很跟別人連結 你看到他 WOW! 接著 《Feeling Good》 那種風格 那種感覺 是令大家很欣賞他 那種歌聲的魅力 的魅力 都出來了 而且當晚 他的部署是很好的 不知道誰指點他 可能都是小辣椒老師 指點他 由孟哥那邊慢慢慢慢 因為孟哥 自從《盼望的緣份》 之後下來 他也是挺好的 他音準的樣子都沒問題 感情也開始拿捏到 令到他保住分數 投票不差 那快歌是他不心應手的 但是說真的 冬天裡這一把火 我覺得不是說 令我覺得 WOW! 一聲的 是保住他可以真的 入到最後三甲 計算過數 應該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第二隻 就像《盼望的歌》這樣唱 衝口而出 真的會 最厲害的歌出來了 最厲害的那張牌出來了 那你 那些東西推到最大 你之後就drop 那些level 整個人 那個power 最後一首 大家都猜不到 是這麼精彩的 而是唱英文的 而他這個version 是真的跟Michael Michael夢美那首 是很相似的 因為他受了頭髒 他也沒有看鏡頭 沒有這些東西 已經是很自然 沒有做作的感覺 很自然 他就像WOW! 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整件事 到了後來 我相信大家留言都跟我說 到了他知道他唱幾句 他們已經知道他贏了 基本上 因為用一個很舞台的戲 一個王子的戲場 一個歌聲的魅力 大家很久 香港都很久 沒見過一個 聲色藝 都俱全 跳得 唱得快 慢歌 也都英俊 真的很久沒見過 我們是很開心 很高興 我想評判 都忍不住 是給20分 你還可以挑剔什麼 以後 尤其是最後的音 一個聽說 教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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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